有关身体的训诫 被称为身体的这个密集的物质结构 首先于生、老、病、死 但这不是最终的真理 这不是真正的你 这是对你本质的误解 你的本质是超越生和死的 当你的心智与本体失去联系后 心智会将身体作为疏离信念的证据 并借身体把它的恐惧状态合理化 从而导致其自身的局限性 并进而导致对你本质的误解 在你寻求真理时 请不要将注意力移到别处 因为只有在你的身体内 你才能找到真理 请不要对抗你的身体 因为这样做就是在对抗你的本质 你就是你的身体 请不要对抗你的身体 因为这样做就是在对抗你的本质 你就是你的身体 你能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身体 只是一层幻想中的薄纱 在你的身体下面是无形的内在身体 是你通往本体 进入非显化生命的大门 通过你的内在身体 你可以与那个未显化的合一生命紧密相连 无生 无死 永恒存在 通过你的内在身体 你永远与上帝合一 在体内深处扎根 与你内在身体永远连结的关键就是 时时刻刻的去感受它 这将会迅速改变和深化你的生命 你对内在身体投入的意识越多 你内在身体的振动频率就会越高 这就像打开调光开关并加强电流时 灯会变得更亮一样 在这个高能量的层次中 消极心态再也不会影响到你 并且你还会吸引能反映这种高频率振动的新情境 你对内在身体投入的意识越多 你内在身体的振动频率就会越高 这就像打开调光开关并加强电流时 灯会变得更亮一样 如果你尽可能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内部 你就可以安住于当下 而不会在外界迷失自己 也不会在思维中迷失自己 思维、情绪、恐惧和欲望 可能或多或少还会存在 但是它们不能再控制你了 请检查一下你此刻的注意力在何处 你可能在听我说话 也可能是在读这本书 这就是你注意力集中的地方 或者你在注意你周围的环境 其他的人等 而且围绕着你所听到的 你所读到的 你也许会有一些思维活动 一些心理评论 你没有必要让这些东西吸引所有的注意力 看看你是否能在同时与你的内在身体相连结 请留一些注意力在你的内在 别让它溜走了 从你的内在感受你的身体 把它当作单一的能量场来感觉 就好像你在用你的整个身体倾听或阅读一样 请你在未来的几天或几周内练习这个方法 当你深深地扎根于你的体内 成为你思维的观察者时 你会很容易地进入当下时刻 请不要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思维和外部世界上 尽量将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 但是同时请尽可能地感受你的内在身体 在你的内在身体里扎根 然后观察这样做会如何改变你的意识状况和你做事的质量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等待 请利用这些等待的时间来感受你的内在身体 通过这种方式 交通堵塞和排队 对于你将会成为一种享受 当深深地进入内在身体时 你就不是从心理上将你自己和当下分开 而是深深地进入当下 内在身体的感知艺术 将会发展成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 一种与本体永远连结的状态 并且这还会为你的生命增加一定的深度 这是你之前从未感受到的 当你深深地扎根于你的体内成为你思维的观察者时 你会很容易地进入当下时刻 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你 除非你保持临在 扎根于内在身体通常是其关键部分 否则你将会被你的思维所控制 你很久以前脑袋里学会的内容和习惯性思考 将会垄断你的思维和行为 你可能会短暂地从他们身上解放出来 但是绝对不会很久 当你遇到麻烦 失落或生气时 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 这时你那些被制约的反应就会不自觉地 自然地被恐惧 隐藏在你意识的思维认同状态下的情绪所激起 所以当你遇到这些挑战时 这是常见的 你要养成习惯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体的内在能量场上 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几秒钟就够了 但是当挑战来临的那一刻 你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任何延误都会让心理 情绪条件反射出现 并将你控制 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体内并感受它时 你就将意识从思维中撤离 从而会立即变得宁静并进入当下时刻 如果在当时需要你做出反应的话 那个反应将会从一个更深的层次出现 就像太阳永远比烛光明亮一样 本体中的智慧远比你大脑来得丰富 耶稣曾说过一则关于两个男人盖房子的预言 其中一个人在沙地上建了一座房子 后来暴风洪水把这座房子移为平地 另外一个人则把地基挖得很深 直到建到岩石为止 因此这座房子可以经受洪水的冲袭而依然屹立 只要你有意识地与你的内在身体相连结 你就像一棵深植于土地上的大树 或者像一栋有着坚固地基的建筑物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